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选择去外界寻求 不管在普通人眼里 一个人对婚姻的背叛总让人不止 但或许我们该深究婚内出轨背后的原因 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婚姻 我曾采访过三位背叛婚姻的女神 她们无一例外 在享受出轨带来的激情的同时 内心也很煎熬 那么为什么曾经深爱 如今却选择背叛呢 来听听她们的故事 我们结婚五年 我出轨两年 三十岁的时候 认识现在的老公 认识她之前 我有一段三年的恋情 本来已经躺婚论嫁了 对方出轨被我抓住 便不裂了之 这之后我消沉了很久 对感情和男人都没有信心 觉得是个男人就会出轨 老公出现在我空窗的第三年 也就是我二十九岁的时候 他与前任不同 温温而雅有内涵 对我特别好 刚接触的时候我就想 或许前两年是我太极端了 世上不出轨的男人还是有的 我们婚后的确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他爱我 我也很爱他 那时的我以为 自己的好运终于来了 我拥有着世上最美好的爱情 可惜好景不长 我的美好很快就被打碎了 那天是周末 我因为没带电脑 临时用老公的电脑 出了一点公司的事情 我们婚后 彼此一直很独立 那是我第一次用他的电脑 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念头 想翻一翻里面 有没有什么秘密 这个想法一出来 就无法控制 他在卧室午休 我在书房翻他的电脑 越翻心越亮 电脑里有很多女孩子的照片 聊天记录不敢入目 时间跨度很长 从我们恋爱前到结婚后 他一直在网上聊美 看着那些聊天记录 我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但我没告诉他 我知道这些 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神 不想离婚 想就这么凑合着过 但心里又很不敢 知道老公是什么人后 我也故意去寻找自己 因为婚姻 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情感需求 这之后 我跟公司的男同事好上 他比我小两岁 我们在一起这两年 一直很和谐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内心其实很煎熬 知道自己这么做不对 但异象的老公做的那些事 就无法控制自己 想要报复他 我24岁嫁给她 30岁的时候 有一天照镜子 突然发现自己老得不像样子 根本不像30岁的女神 结婚后 我们一直跟公婆住在一起 老公很于笑 我们家婆媳矛盾贫乏 即使这样 她还是不想搬出去单住 这么多年 被家庭琐事缠身 感觉心口 一直有块大石头堵着 直到遇见她 36岁生日那天 我想带着家人 一起去外面吃一顿 婆婆觉得浪费钱 我们为此大吵了一家 老公一声不吭 劝我在家吃饭也一样 我一气之下去了酒吧 那是我第一次去酒吧 边喝酒边哭 她在旁边看了我好久 都哭得差不多了 才去搭讪我 给我地纸巾 那天晚上 跟她聊天的感觉 像是遇到了灵魂伴侣 这之后 我们留了联系方式 频繁聊天约会 吃饭 她说我看着 一点都不像36岁的女神 只是因家庭琐事烦心 整天愁眉苦脸 才会闲得老 跟她在一起 我很开心 感觉整个人变年轻了 回家看到婆婆 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我们现在在一起快四年 她是不婚注意者 只追求感情 我也一样 想在外面喘口气 想像少女一样被爱 只是跟出轨对象 在一起的时候 偶尔会想到老公 她是我的初恋 我很爱她 每一每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难过 感觉有千万只蚂蚁爬过 如果过得幸福 谁想出轨 我说这话可能会被骂 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结婚的时候 算是大龄了 我们谈了五年恋爱 彼此很相爱 真正出现问题 是在孩子三岁那年 我让她多花点时间 在孩子身上 毕竟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 婚后的她 跟婚前完全不一样 特别大男子主义 还特别自负 看不起任何人 她觉得 在家做家务 看孩子的男人 没出息 那是女人应该做的 她说 男主外女主内 我在外面把钱赚了 你在家里 给我看好孩子就行了 对于她的想法 我不认同 也没有办法改变 长字以往 心里像长了根刺 后悔结婚前 没有同居两年 看清这个人 她父母早逝 我父母身体不好 孩子只能我一个人待 不但孩子的人 无法体会到这种类 后来 孩子上学后 因为总是接送孩子 我认识了孩子 同学的家长 也就是后来的 出轨对象 她是离异状态 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偶尔我接孩子去晚了 她会帮我接了送回家 有时我们会坐下来 喝杯茶 聊聊天 跟她聊天 很轻松 她会站在 与人的立场 考虑问题 这一点让我很欣赏 后来就糊里糊涂 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 这一年是生孩子以来 我过得最开心的一年 老公还是那样 只爱赚钱 不管家里 有时像他这么多年的感情 心里也会难过 出轨的女人 没有哪一个 是没有心理负担的 但也没有办法 我现在比较看得开 日剧 《皱眼》中 有这样一段台词 结婚就是用失去热情 来换取安稳 过了三年 丈夫只会把妻子 当成电冰箱一样对待 打开就有吃的 坏了也不去维修 其实这段话里 把男女角色兑换一下 同样使用 上面采访的三位出轨妻子 面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 也是同样的态度 不去维修 但毕竟曾经真心想爱过 背叛的人内心都很煎熬 三个女人的回答 也警醒无数人 那就是 夫妻从感情深厚到背叛 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只有搞清楚这一点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出轨只是在逃避婚姻里 出现的问题 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不想离婚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婚姻中的问题 重新建立和加深 与丈夫的情感连接 这才是最重要的 想做到这一点 不止女神要改变 男人也要改变 比如改变自己的某些观念 提高与伴侣的沟通技巧 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 思考问题等等 毕竟出轨 并不是解决婚姻不幸的 最好办法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个小红 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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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